台湾扩大限速 7月1号以后 连锁素食店跟餐厅就不能够再提供内用的塑胶吸管 也因此一些替代塑胶的环保材质成为新宠 像是PLA PLA是生物可分解材质的一种 以玉米或小麦等等原料制成 食用过后可以经由工业堆肥的方式百分之百分解 相较于传统塑胶应该是更环保 但问题是目前在台湾 PLA没有回收机制 使得PLA没有进入堆肥系统进行专业的分解处理 最后还是只能够拿去焚化炉烧掉 这样的做法 环保单位认为 其实并没有达到垃圾减量的效果 反而可能成为另一场垃圾灾难 每个礼拜一是黄太太买菜的日子 超市架上各式蔬果 早已用塑胶袋分装好 塑胶不是坏的东西 而是不要一次用完就丢掉 塑胶充实在生活中 超市有70%的生鲜蔬果都用了塑胶包装 台人一年使用181个塑胶袋 30亿根吸管又是一个宝克品 不要使用一次性的产品 所有东西都要一直不断的不断的使用 发挥它最大最大的价值 头膜卷动进入制成机里 加热后急速冷却 压制出一个个饮料杯 光是一台机器 一天就能生产出30万个杯子 饮料杯制成后再送上印刷机 客制化印出不同厂商标志 最后装箱出货 这些饮料杯70%都外销国外 因为它们正是欧美国家 目前一提正热的 PLA环保杯 而什么是PLA呢 原来就是我们所称的生物可分解 的一个材质 那我们这部分呢 是可以替代一些实化的原料的使用 那也是一个相对环保的一个材质 PLA是经由淀粉作物 像是玉米 甘蔗提取后聚合成一颗颗原料力 制成各种包装容器 因为原料天然 在经过工业堆肥后 能百分之百被分解成堆肥使用 被视为一种环保材质 因为它PLA具有非常好的生物相容性 那所以它最早的运用的方式是在我们医疗器材的部分 就是像缝线还有骨钉这一类的部分 那因为它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 所以它可以跟我们生物的组织去慢慢的被吸收 还有分解 环保特性使得PLA全球产能达30万吨 然而台湾并没有生产这些生殖原料 大多从美国进口 一年约8000吨 一般我们的原料会从上面下来 经过加热约200度 一直到魔头这边变成皮料状态冷却 变成胶片的PLA呈现咖啡色状 一捆捆就能拿来制成各种容器 台湾一年产值达11.2亿元 国内的产业大概它的状况是以7比3 这个状况就是有7成是外销 那大概三成的话就是在国内 国内大概就是以所谓的蛋盒 还有生鲜食品的那个保鲜盛装盒 冷藏库里一包包蔬菜被分装好摆在架上 其中这一种不透明袋子正是PLA材质 目前台湾内销的PLA有90%都是用在冷饮或是生鲜蔬果包装 因为它的另一个特色是不耐热 左上这杯自PP耐温100度C 左边这一杯是PLA耐温54度C 所以当我热水倒进去之后 它马上就变软 那它的缺点就是它耐热不是很高 只有到54度 所以它不太适合做放在装热石或者热的应用方面 不仅不耐热 PLA还很贵 PLA袋子跟我们一般的塑胶袋 我想两倍到三倍大概有 看袋子的大小 因为确实我们的塑胶袋类的东西 在台湾来讲 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 事实上塑胶在超市包装随处可见 因为塑胶不但能分装每一个食品的份量 同时还能延缓食品氧化 现在塑胶包装使用 它有它的必要性 或者是它的带来的好处 其实是它可以适度的去延长这些 我们说生鲜产品 它的保鲜的这个时间的长度 那在运送的时候 它可能会减少物损 那它可能也会有 在这个农作物食品安全上 会防止这个交叉污染的这些作用 根据统计 各大卖场平均有77%的商品 都是用塑胶包装 塑胶充斥在超市里头 在塑胶的这个产业里面 作为包装使用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 占了26% 而且依照目前的这个整体的产业形势来看的话 未来的这个塑胶产量还是会爬升 那塑胶包装的这个使用量也是会一直增加 那塑胶包装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它有很高的一个比例 有95%的比例都是一次性使用的 然而为了减速 连锁有机超市 它是决定要把塑胶产品渐渐减少 我们从2016年就发现到说塑胶的一个就是对海洋的危害 那我们是觉得说那我们应该以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来讲 我们应该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做 开始推动这样子 他们开始把产品裸卖 甚至把一些不必要的塑胶 想办法从包装上去除 现在目前这是算是第二代的一个就是肥皂盒 第一代的时候我们为了净硕把这个肥皂的收缩膜拿掉 所以我们就研发成第二代的盒子 让这些油呢不会外露到外面 接着把自由品牌的蔬果都换成了PLA包装 那还是有其他商品像是面包 都必须经过塑胶袋包装来延缓氧化 我们想说那用塑胶袋装的东西 我可不可以全部把它改成PLA袋 就发现到说PLA袋 因为它本身的材质 就是它的透气性或什么 其实或者是抗氧化其实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本来说我们架上的面包 我们想要改成PLA袋 发现说效果不好 也就是说这个面包用了这个PLA袋 它可能第二天它就硬掉了 PLA的不耐热保护力不够 都使得推行这项环保材质的困难 而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 这些袋子使用完之后全都变成垃圾 因为台湾并没有完整的回收机制 用了PLA袋之后 我们也发现就是说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回收的这一块 那就发现到说现有的体制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在民国99年吧 我很想没有错的话 我们有供高硬回收 那个PLA的容器 那这部分呢 我们会有透过一个这个回收的补贴 我们就收集回来以后呢 交给这个回收商呢 也去做一个处理 外表和一般塑胶乃你分别 环保署将PLA列为第七类回收塑胶 然而进了回收厂之后 PLA却因为利用效率低 目前台湾并没有再制体系 回收厂还得把塑胶品回收里的 PLA产品挑出来 因为它们会破坏塑胶的回收品质 它如果是进入我们的PET 就是宝特瓶的回收体系的话 它会降低了我们PET的那个品质 所以它会影响它后续再加工 再进行拉配或者是抽丝的这个部分的性能 这一些被挑出来的PLA最后成了垃圾 进入粉化图 它就它粉化之后 就是它跟塑胶的不同点在于 它粉化之后呢 它就是产生水二氧化碳 就这两个东西 但是塑胶在粉化之后会有所谓的 代曜星还有 当然也是有二氧化碳 还有一些其他的塑胶微粒 其实这一些是会伤害人类的 还有地球环境 可是在PLA这个部分的话 它并没有这个问题 根据研究 燃烧后PLA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都低于各类塑胶 但产业界环保团体都认为 焚烧不够环保 但是焚烧并不是终极的这个解决方案 因为它焚烧之后 一样有这个气体的产生 有炉炸的产生 因为堆肥之后 它就有再利用价值 所以我觉得堆肥应该是 比较可嫌弱 环保署过去并没有建立 PLA进入堆肥回收体系 原因就在于 国内使用量实在太低了 根据统计 塑胶容器一年回收1.9亿公斤 但包含PLA在内的生殖塑胶 仅42万公斤 数量太小 无法达成规模经济 在国外是有走堆肥的部分 我们国内来讲 因为堆肥厂 您也知道这个嫌恶设施吗 不让PLA最终成为焚烧垃圾 有机超市在店内摆设回收箱 建立店内的小型回收体系 店员收到袋子后 会先初步做处理 现在就是把可分解带上面的标签剪掉 因为标签无法做直接分解的感觉 所以要做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再把它送回去 我们的供应商那边 然后供应商会让 我们找一个地点给它 去做这个就是堆肥 让它就是回到这个土壤里面 包装袋随后送到农场内进行工业堆肥 因为PLA要完全分解 还必须满足生物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包括了湿度 温度 还有它这个含菌量 那湿度的话 就是太干的话 你必须要加水 喷煞水 然后如果是温度的话 它在分解过程当中自然会增温 增温到60度以上 经过工业堆肥的带子 一个月后呈现调死状 到三个月已经看不见了 可以成为一般堆肥使用 要达到全面性的这样生物的一个循环系统 达到这个淋废气这样的目标的话 其实是由赖于政府的这个辅导跟支持 一粒粒燃料棒由PLA和塑胶片所制成 这是环保署目前为了解决PLA无回收体系 也拟重的新办法 希望可以增加PLA成为废料后的价值 它可以做成燃料棒的一个RDF的一个方式 做7D公司去取代它的燃料 也就是我们讲的热能回收 那净魂化炉呢 它也是有化电 也是有一个热能回收的一个方式 但PLA遇到了另一个难题是 市面上有部分标榜生物可分解的商品 却为了塑形或是耐用性添加塑料 这会使得回收更加困难 因为添加塑胶后堆肥不能分解 也不能进入塑胶回收体系 只能当整废气物 市面上也有一些云木混珠 自称是生物可分解的产品在市面上流通 事实上它不见得是真的可分解 所以也必须在等于说上游源头就要把关好 要做好强制验证相关的政府的一些明定 清楚地规定出来 环保标证是由厂商自己来申请 那申请以后我们会给那个标证跟序号 那如果是说它在这个产品上有标这个序号跟这个 这个logo的话 那我们就认同它是我们同意使用的生物可分解的材质 然而环保标章并没有强制申请 一次也仅有三年效期 厂商为了申请还得花费四十几万元的研究经费 都使得认证的意愿降低 欧洲议会以560票通过35票反对 压倒性通过禁速法案 全球环保意识提高 PLA产品每年成长率达9% 2023年全球产值上看17亿美元 台湾限速路上 PLA是成为环保助力 或是另一项一次性垃圾 断看制度和配套能否及时补上 0515年全球2190000 2013年全球10,190302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